流星雨,中国小看网讯,这个八月的星空值得期待,不仅将有一次日片时天象,还会有最具欣赏价值的刀数应先做流星雨,将在天雨绽放。 此外,兔星和月夜将和传统的栖息相互碰撞,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2018年8月天象奇观时间表,以及观测方法吧。 日片时,8月11日,日片时是指当月球运行到地球与太阳之间,地球运行到月球的扮影区时,地球有一部分被月球阴影外侧的扮影覆盖的地区,在此地区所见到的太阳有一部分,会被月球挡住的天文现象,这是今年的第三次,也是最后一次日片时。 此次日时,我国中,东部地区,可以看到待时日落,西部地区可以看到全过程,应先做流星雨,8月12日到13日,8月13日将迎来了应先做流星雨极大,而且没有月光干少,堪称年度最佳流星雨,应先做流星雨不但数量多,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在夏季星空中缺席过,是最适合非专业流星观测者的流星雨。 地位列全年三大周期性流星雨之首,彗星Swift Turtle是应先做流星雨之幕,1992年该彗星通过纪律点线后,应先做流星雨大放异彩,流星数目达到每小时400颗以上,在极大10亿小时可以出现30到60个流星,是一年中最大的活跃期。 高潮的前后数日,每小时也出现10个以上,由于正值暑假,夜间气温也比较高,被称为最为容易观测的流星雨之一。 应先做流星雨速度快,属于高速流星群,流星速度高达59公里S,其中45%有本计。 据国际流星组织,I know的最新预报,今年应先做流星雨,既大将出现,在8月13日40时16时,极大是天顶流量110颗每小时。 既大使我国正值白天时段,所以我国相对较好的观测时段为12日晚和13日晚,辐射点在2020左右,从东北方地平线升起,随着辐射点高度逐渐升高。 观测条件越来越好,天亮前均可观赏应先做流星雨。 此次流星雨即大适逢新月,观测过程中没有任何月光干扰,流星雨观测以肉眼为主。 观测时尽可能选择焦躯无灯光污染的天空,调整和舒适的观测姿势,静静注视辐射点周围的天须即可。 在天气静好的条件下,预计每小时可见流星十几颗至几十颗。 金星东大聚,8月18日,以明亮而著称的金星将于8月18日迎来东大聚。 此时的金星非常明亮,亮度可达负4.2等,如一闪明灯挂在西南方低空,独步天语,傲视群星,借助欲望远镜。 公众还可欣赏到金星如小月两巴的迷人身影。 土星合月,8月23日,整个8月,土星几乎是肉眼可见行星中,唯一能被我们观测到的。 这段时间,土星运行在天称作坚持,日落后位于西南方低空中,前半夜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观测时间。 8月23日凌晨,有着指环王每月的土星将与月姑娘上演和月表演,为初秋的天宇奉献一场浪漫的星月童话。 水星系大聚,8月27日,由于水星星与太阳升出东方地平线,日出时地平高度约17度,因此在太阳升起前,公众和在晨曦中的东方低空, 看到水星闪闪发亮,水星的亮度为负0.1等,正眼可见,以上便是本月中的几大天象奇观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